大家好,美国CN11月2号报道,一架解放军的殲-11战机上周日10月29号在南海上空危险拦截了一架加拿大的军用直升机,向加拿大的飞机发射了干扰弹,加拿大方面称这一行为可能导致直升机坠毁。 对于美国和西方的说法,中国此前多次驳斥,称外国军机不远万里到中国家门口炫武力,是造成海空安全风险的根源,不利于本地区稳定安宁。 这次所谓的危险拦截,CN援引加拿大海军护卫舰沃泰华号加拿大少校罗布·米伦他的描述。 事件中,加拿大的旋风直升机从该舰起飞,米伦对CN表示,10月29号,加中军机在南海有两次遭遇,加双方距离最近的是100英尺,约30.5米。 当时加拿大的直升机正在搜寻一艘此前被发现的潜艇,他称加拿大和其他国家曾多次看到中国飞机接近固定仪飞机。 弹队直升机采取类似的行动是罕见的。 CN以及星条旗报等多家美国媒体此前曾报道,美军印太司令宣称一架解放军的殲-11战机于10月24号在南海上空抵近一架美国空军的B-52轰炸机,最近距离不到3米。 对此,中国外部发言人毛宁27号记者会上回应,说美国军机不远万里到中国家门口炫耀武力,是造成海空安全风险的根源,也不利于本地区稳定安宁。 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定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10月16号,加拿大也指责中国军机在中国沿海国际空域以不安全、不专业的方式拦截家方一架巡逻系。 同月17号,毛宁同样驳斥。 毛宁表示,近年来加拿大军机以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为借口,频繁对中国抵近侦察并挑衅。 需要强调的是,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从未授权任何国家以执行决议为由,在他国管辖海空域部署军力开展间谍侦察活动。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执行决议为名危害股,中国国家主权、安全。 中方的敦促家方正式事态严重性,立即停止冒险挑衅行动。 中国国防部新发言人吴谦大孝强调,要高度关注事件的发生地点,中美舰机近距离接触的地点均是中国周边海空域。 它不是发生在墨基关,也不是在美国陷害,而是美方跑到中国家门口来挑衅滋事。 你若不来,我能拦你。美方想一边损害中国的国家安全,一边又不受约束的挑衅滋事,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国军队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害为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拟。 根据CNN报道的新闻,我也看了一下,当时解放军的殲-11B在海南西沙群岛两次试图拦截,跟踪中国潜艇的加拿大CH-148反潜机。 当时中国战斗机接近CH-148时发射了照明弹,加拿大直升机最后只能放弃跟踪中国的潜艇,最后返回卧台华号。 随后卧台华号就通过了台湾海峡。 今天针对美国和加拿大越过海峡中线,11月2号,中国也对台海进行了新的军事部署,包括派出了39架飞机,有20架越过海峡中线。 台湾的防御部门的证实,有一架CH-4侦察打击无人机,两架BZK-005侦察无人机,四架苏30战机,四架歼10战机,两架歼11, 还有一架空警200返天机,还有一架运9G电子战飞机,两架轰6K战略轰炸机,还有两架歼16战机,一架预警机空警500,39架出现在台湾海峡, 20架越过海峡中线。今天的美国媒体也采访了美国的官员,周四表示,两周后,中国国家主义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在旧云山会面时,议程上最具争议的议题是日益危险的台海局势。 美国官员表示,尽管北京认为华盛顿对台湾的政策转变有危险,但华盛顿对习近平对台动武的时间表感到不安。 美国白宫本月早些时候已经证实,中美两国领导人将与本月在亚太经合组织APEG论坛期间会面。 美国总统在参加旧云山会议时,面临这样的挑战, 如果你仔细观察中国人对拜登及对台湾政策的看法,他们不会怀疑他的意图。 他们怀疑拜登是否能有能力在国会与自己的政党中影响他们, 或者让他们在2024年11月美国举行的下一届总统选举时能够转移到任何事情上。 分析人士在中国项目纽约主办的一次会议上表示,除了明年美国和台湾的大选外, 其他风险变量还包括美国国会往往具有煽动性, 在台湾周边地区发生船只或战斗机意外碰撞可能性, 台北或北京可能采取口头或军事行动改变形状。 美国在台协会的负责人罗森伯格声明说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 罗森伯格上个月在台北发表演讲时表示, 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对台湾的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 罗森伯格补充说,无论台湾明年1月13日的选举结果如何, 美国的政策都不会改变。 随着华盛顿北京和台北方面努力应对各自内部的压力集团, 风险正在增加,三方都担心, 另外两方中的一个可能会首先采取行动, 从而形成一个典型的安全困局。 美国的关系说,因此他们采取的行动继续让我们所有人感到不安, 而不是强化目前的局面。 这个三角关系每一方都可以指出另一方正在破坏安全现状的行为。 北京认为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 并誓言把台湾置于其控制下, 如有必要将使用武力。 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不承认自治岛屿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但华盛顿的政策是支持台湾的军事防御能力, 以台湾在全球卫生预防犯罪航空论坛上扩大存在。 这些目标是北京方面反对的。 目前美国官员表示, 习近平或与拜登在加州私下传达的信息, 几乎无法解决对方根深蒂固的疑虑。 尽管北京认为华盛顿对台湾的政策转变有危险, 但华盛顿对习近平对台动武的时间表感到不安。 美国军方的情报官估计中国军方已接到命令, 准备好武统拆办, 最早是在2025年, 但中国政府和习近平尚未就是否下达攻台命令作出决定。 习近平在党内的讲话和信号是明确的, 我们必须认真对待, 这并不意味着习近平对现状感到满意。 考虑到中国的许多国内问题, 包括经济, 习近平不太可能很快下达攻台。 今天路透社也报道, 之前透露日元暴跌使日本缩减了一项具有历史性的 5年43.5万亿日元的国防建设计划。 该计划于去年12月公布, 日元对美元汇率已经下跌10%, 迫使东京削减其国防采购计划。 5年防卫采购将耗资3200亿美元。 英国路透社说, 8名之前透露日元暴跌迫使日本缩减历史性的43.5万亿日元国防建设计划, 该计划旨在帮助阻止中国大陆武统台湾。 该计划于去年12月公布, 路透社采访了3名直接掌握日本国防采购情况的政府官员5名行业消息人士。 他们透露, 由于日元疲软, 日本将在2024年即增加军机采购量的第二年, 开始削减军机采购量。 路透社称, 有关日本如何因应汇率波动而削减军事采购细节, 从未对媒体透露过。 8名消息人士参加了多次军备采购会议, 但由于没有接受媒体采访授权, 因此要求不具名。 8名知识人士表示, 东京在去年12月开始制定采购计划时, 假设日元兑美元的汇率是108日元兑美元, 这是2021年夏季的汇率, 到今年10月, 日元兑美元的汇率已经跌至151日元兑美元。 日本央行周二调整了债券收益率控制, 朝着结束长达10年的货币刺激政策迈出一小步, 货币刺激政策推动了日元贬值。 政府官员表示, 与在海外开展业务的大公司不同, 日本防卫省不会对冲汇率的波动, 这意味着它几乎没有办法缓解战斧巡航导弹, F-35隐形战机以及日元计价的成本上升。 日本方面的说法, 如果有任何迹象显示, 日本首先岸田文雄的军费开支计划所带来的影响低于预期, 都可能引发华盛顿对其关键盟友帮助遏制北京能力感到不安。 曾在拜登政府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主任的约翰·松, 他说就目前而言影响不大, 但毫无疑问日元的长期贬值将虚热日本军事建设的影响, 并迫使削减和推迟关键收购。 日本防卫省在接受采访时说, 不会讨论采购计划细节。 美国驻东京的大使表示, 无法置评, 国家大楼也没有回应。 岸田文雄此前曾将日本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国防建设称为历史转折点。 国防白皮书称, 这笔开支是为了让国家可能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做好准备, 这些冲突围绕着东海边缘向台湾延伸的偏远岛屿, 日本还分担了保护美国领土的基地责任。 华盛顿可以利用这些基地对攻击台湾的中国军队发起反击。 去年12月, 岸田文雄曾承诺年度国防开支增加一倍, 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 这到两年前, 分析人士和议员还认为, 日本不太可能将放弃战争的国家转变为潜在的世界第三大军费开支国。 当俄罗斯军队在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时, 这种情况发生变化。 东京方面担心俄罗斯军队的入侵将鼓励北京方面攻打台湾。 2022年8月, 中国靠近其领土的水域发射导弹, 以回应当时美国中原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 此前数个月, 中国在东亚的活动不断加强, 包括与俄罗斯军队的联合打击。 中国方面对日本军费开支计划表示担忧, 并表示出这是冷战思维的相关数据。 11月2日, 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里滕布林克, 他对媒体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新平即将在旧云山举行峰会。 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 美国计划继续坚持自己既定立场。 布林克说, 至于你提出的有关我们与中国接触的更加广泛的问题, 在此指出, 在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上, 我们的一场是一贯的, 与中国之间竞争战略一如既往是总纲。 我同意你关于中美关系基础没有改变的观点。 也就是说, 实际上美国不会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 会改变对中国的这种限制, 对中国这种打压的态势也不会改变。 那么中国呢, 实际上也做好了武统台湾的准备。 那咱们先说这个加拿大, 加拿大呢, 它这个反潜直升机跟踪解放军的潜水艇, 那解放军是一定要进行反制的, 所以解放军对加拿大的军机发射照明弹, 我觉得都是客气。 那明显不友好行为嘛, 你跟踪中国的潜艇, 要做什么呢? 按正常来说都应该击, 就应该击落它的。 发射照明弹我觉得非常客气了, 最后他也返回到自己的这个母舰上面, 没有继续跟踪解放军的潜艇。 这个南海, 我说过南海是解放军核潜艇进入大洋的一个门户, 因为过去解放军潜艇呢, 是在东海, 黄海, 这个基本上这个潜水艇, 它没有任何生存空间, 水非常浅, 而且呢, 这个很容易被侦察到, 那进入南海以后呢, 这个南海广大的海域就给了解放军潜艇, 有了一个纵身, 有了这个发射阵地, 如果通过南海, 又可以进入太平洋, 进入印度洋, 就可以进入世界的海域, 那中国的潜艇就可以通过南海进入世界, 这是一个大门,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加拿大, 美国, 包括澳大利亚这些海军要关注南海, 要在南海围堵中国的原因, 谁控制了南海, 谁就控制了世界, 南海是这样的, 台海也是这样的, 谁控制了台湾, 谁控制了台海, 谁就控制了日本, 现在谁控制台湾, 有人说台湾人控制台湾, 错了, 美国人控制台湾, 连台湾自己都承认, 你看哪一个台湾的一些候选人, 不得去趟美国拜拜码头啊, 说白, 人家殖民地嘛, 台湾就是美国殖民地嘛, 既然是美国控制台湾, 那日本听谁的话, 听美国的话, 韩国听谁的话, 听美国的话, 听懂这个逻辑吧, 那中国有一天如果收复台湾了, 日本, 韩国对中国的态度呢, 大家好好想想, 你好好想想这个结果, 所以美国现在非常紧张, 就是昂鲁萨克逊这个海洋文明, 他是最担心自己失去海洋上的控制权, 所以我说啊, 中国收复台湾, 对昂鲁萨克逊这海洋文明来说, 是致命一地, 也标志着中国, 包括欧亚大陆的重新崛起, 这绝对是标志性事件, 在海洋上, 昂鲁萨克逊, 失去了最重要的一个通道, 台湾海峡, 也失去了最重要的南海, 你中国控制了台湾以后, 实际上就能在南海, 能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了, 你包括这个在南海和台湾, 整个的海域解放军, 现在建立这些军事基地, 那未来连上, 从台湾连到南海, 包括南海还有一个太平岛, 那解放军可以完全控制整个南海海域, 那未来这个印度洋太平洋, 实际上就被中国控制, 因为两大洋进出的通道, 就被中国控制了, 昂鲁萨克逊就失去了对世界的统治权, 特别是海上的霸权, 所以我说中国统一台湾, 收复台湾, 也预示着昂鲁萨克逊的衰落, 海洋民正式的开始衰落, 正式的不能再控制世界的大洋, 那现在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 实际上美国对中国也不信任, 中国对美国更不信任, 因为实际上台湾问题未来还是中美, 中国和美国的这种互不信任, 即使习近平和拜登能在美国会面, 那在台湾问题上, 双方这种互不信任, 最后也不可能使台湾问题有效地化解, 中国最后还是准备武统, 这个实际上是我觉得所有人都能看懂的, 中国就是在准备武统, 中国没有别的选择, 你说中国准备和平统一, 美国不允许, 美国不允许中国和平统一, 但中国又要时刻应对着美国打台湾牌, 宣布台湾独立, 这个西方媒体是不会跟台湾人讲的, 很多按照这个西方的媒体, 总是说中国要侵略台湾, 但西方媒体没有讲, 你美国也可以什么, 也可以宣布台湾独立啊, 那个时候中国怎么办, 那中国只能做武统的准备, 这是西方媒体不告诉中国人, 也不告诉台湾人, 所以按照这个逻辑, 你就看懂中国在做什么, 就我对你也不信任, 那我也就只能做武统的准备, 所以你看美国方面其实也知道, 中国已经做好武统的准备了, 而且只等习近平一声零下, 解放军也在等, 最后这道命令, 美国方面其实也知道, 中国是一定要武统台湾的, 那美国要把台湾牌发挥, 那现在这个日本你可以看, 他一方面在台湾问题上积极表态, 一方面自己的实际上对武器的采购, 也就是日本的国防开支, 因为汇率问题又在缩减, 所以你可以看是一种矛盾的, 是一种矛盾的情况, 那种矛盾的情况也反映出, 日本在台湾问题上, 日本有自己的国家利益, 就日本实际上在台湾问题上, 他是不希望什么, 不希望自己成为台湾问题的直接参与者, 不希望直接和中国开战, 所以日本呢是, 特别军国主义啊, 他是希望什么呢, 希望借助中国和美国的竞争, 让美国给日本松绑, 松绑呢, 也就是让日本获得一定的权利, 那这样的话, 军国主义会复活, 让日本显得能够对付中国, 让美国能够对日本相关的制裁限制能够减少, 日本能够恢复成一个正常国家, 这是军国主义的想法, 但是美国对日本也不信任, 看懂这个逻辑没有, 美国也不信任, 美国的想法是死日本人, 少死美国人, 要多死日本人, 日本的想法呢, 多死台湾人, 少死日本人, 所以台湾就成为什么, 美国和日本共同的一个地缘政治棋子, 共同的一个炮灰, 这才是台湾的命运,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 实际上你可以看中国对台的政策, 就非常清晰了, 因为知道日本和美国都不打算直接在台海出兵, 直接参战, 都是希望的牺牲台湾人, 所以其实中国看日本和看美国, 其实看得非常清楚, 这两个国家呢, 都是想打台湾牌, 又不想自己变成直接的参与者, 就像乌克兰一样, 想借助这个事情, 借助台湾人, 借助像乌克兰一样, 来削弱俄罗斯, 削弱中国, 这才是日本美国, 他们的想法, 中国早就已经看透了,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中国在台湾的地上, 中国就, 我觉得这有非常大的信心了, 也就是说实际上, 日本和美国是不会出兵保护台湾, 非常清晰了, 他们只是什么, 只是想利用台湾, 把台湾当成第二个乌克兰, 那中国呢, 中国就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快速统一台湾, 这台湾可能幻想啊, 我要是乌克兰的话, 是不是, 我们还能顶一阵, 但是你没有乌克兰的纵身, 你周边都是海洋, 如果把你封锁了呢, 用导弹, 用鱼雷, 把你这个整个岛封锁住, 你不可能获得外援的, 所以这个战争很快会结束, 这是台湾区别于乌克兰的, 这台湾一定要清醒, 你是个岛, 而且离中国近, 离日本和美国远, 所以这是台湾最大的问题, 所以中国实际上占有地利的优势, 那现在实际上呢, 你看日本现在呢, 它的整个的军事采购案, 在缩减, 也就是日本实际上未来, 它想介绍台海问题, 除了朝鲜以外, 还有俄罗斯在牵制日本, 日本根本没有能力介绍, 最后呢, 我想跟台湾讲, 就是台湾一定要清楚, 这个中国是拥有核武器国家, 日本是没有核武器国家, 一个没有核武器的国家, 它不可能主动, 与一个拥有核武器国家开战的, 这历史上, 二战结束以后, 有了核武器以后, 就没有发生过这种历史, 美国也不会和中国开战, 美国是让日本去死, 日本呢, 日本一想, 还让台湾人去死吧, 这才是底层逻辑, 就是台湾人要为日本和美国人去死, 人家会点燃台海, 那你们台湾人自己, 你们跟着这个民进党, 跟着这所谓这帮台独, 你们最后走上一条路, 连台独自己都说了, 我不想死, 我永远不宣布台湾独立, 你还看不懂吗, 我一直在跟台湾人讲, 看我节目有很多台独, 你们还看不懂吗, 赖清德自己讲, 他永远不宣布台独, 为啥, 他也不想当炮灰, 赖清德也不想当炮灰, 赖清德天天喊, 台湾独立是为了选票, 但真让他去当炮灰, 日本人美国人把他怼到前面去, 他说我永远不宣布独立, 他也不想死, 他也知道, 所以台独这些人, 你们自己好好想一想, 我今天讲的, 好好想想我给你这个道理, 中国是有核武器国家, 怎么可能跟中国开战, 那我说过, 中国想完成国家统一, 想要收复台湾, 就在等一个时机吗, 等中国和美国最后摊牌的时刻吗, 什么时刻, 就中国的经济, 逐渐超过美国的时刻, 美国先打这个牌, 美国是一定要打的, 这牌养了这么多年, 他不打都怪了, 所以中国在等待美国打出这张牌, 做好武统的准备就可以了, 迎来国家的统一就可以了, 所以我一直说, 现在是中国武统台湾的战略窗口, 战略窗口, 听懂这个逻辑没有, 你这个台独, 所谓的台独, 你永远不可能实现, 也不是你的事情了, 这些大国都在玩, 都在把你当棋子玩, 你说你怎么可能和日本人博弈, 和美国人博弈, 和中国人博弈呢, 那边还有个朝鲜, 还有俄罗斯呢, 南边还有个菲律宾, 连菲律宾都可以打台湾牌, 所以你台湾想清楚, 你这所谓台湾独立, 你能实现吗, 长点脑子, 好好想想你们的未来, 你还有后代, 你的后代, 跟着你过一样的生活吗, 连国也进不去, 谁都不认你, 护照上面加中国两个字, 能出去, 出国, 把中国去掉, 哪都去不了, 你说你能独立吗, 就你们能独立吗, 你不还是中国的吗, 你不再拆拆两个字, 你能去哪啊, 想清楚台湾人, 其实我一直在讲, 这怎么台湾人跟这个台独一直在幻想, 所以我一直在讲, 只要二战秩序还在, 美国叫维护二战秩序, 美国二战秩序对美国有利, 二战秩序里边的台湾, 台湾就不是独立的, 台湾属于中国的, 这是二战秩序, 美国要拉拢中国维护二战秩序, 就要承认台湾属于中国, 他怎么可能承认你独立呢, 他让你独立的时候是什么, 是中美真正摊牌的时刻, 就美国真的打台湾牌了, 真的被你台湾被美国出卖了, 开始打台湾牌, 用台湾去消耗中国了, 让你台湾去死了, 那个时候真的承认你独立了, 搞一些事情就可以了, 承认你独立以后呢, 解放军登岛, 两边打起来, 那个时候美国可以消耗中国, 就像乌克兰一样, 你不成炮灰了吗, 不还有一个道理吗, 你觉得你能独立吗, 所以美国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消耗, 我之前说过那个逻辑, 你不要以为美国一定要支持什么, 日本的韩国台湾这些第一岛链这国家, 因为要保护他们, 错了, 美国要收割你们, 把你养的肥肥的, 看着你的肉肥头大耳的, 我要宰了你吃肉啊, 你记住啊, 美国是什么收割世界的国家, 他养你凭什么养你啊, 养你是为了收割你啊, 怎么收割你啊, 把中国俄罗斯放水吗, 听懂这个逻辑, 你台湾就知道了, 美国怎么收割你呢, 你以为是美国支持你啊, 美国现在和中国俄罗斯建交, 听懂这个逻辑没有, 我说的已经够隐晦了, 美国在和中国俄罗斯建交, 没有和台湾建交, 美国在用俄罗斯去压欧洲, 搞出了乌克兰问题, 收割欧洲, 美国也可以搞出一个中国问题, 去收割日本呢, 去收割台湾呢, 去收割韩国呢, 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这个昂格鲁萨克逊, 他们是很聪明的, 那个地缘政治高手, 人家是两边都要收割的, 人家是搞平衡的, 什么翘翘板, 什么翘翘板, 你看永远他是什么, 他是左右都会表白的, 他不会翘着一头的, 说我就支持台湾, 支持日本, 错了, 他需要收割你的时候呢, 方向稍微调一下, 人家要调整的, 人家要平衡的, 该收割谁就收割谁的, 人家要两边都收割的, 台湾一定要听懂我今天你讲的, 你跟着美国, 相信美国, 那你是第一个被美国收割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